假后港股重开,恒指先大跌后急升,再转平稳,大概可以高歌一曲,波动原是永恒,昨日恒指高见21,291点,升202点,低位20,648点,跌440点,一上一落波幅643点。 如计及个股,波动就不止这么少,如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高位103点1元,低位92.5元,波幅如百分之十,何以致此,不妨讲个故事。 事员央视报道,杭州市国安局第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马某。消息一出,惹起诸多联想,阿里的低价就这样承出。 后来《环球时报》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指,该马某应为马某某三个字。 《环球时报》英文版则引述消息称,马某某为一间IT公司硬件研究及发展部门主管。 澄清出台,阿里强力反弹,高价亦是如此创出,还有可以一提的市中银香港02388。 昨日突发神威,基金强盘吸納,最高建30.5元,最终收报30元,涨百分之4.7。 清贯行指成份股,高盛出报告,上条中银目标价至40元,平级买入,于是引来捧场客力数。 高盛亦为主力吸纳者。 不过,说来奇怪,高盛买中银,却沽出中国银行03988,亦即逐语所讲要仔不要那。 其实,约论周识率,阿妈有八尼多,教阿仔的四尼多高成倍。 但高盛仍然作出套凳,亦不知所谓何来。 以我头牌如见,中行和中银君是优质股,可以兼收并速,两个都要这也。 再讲一个故事,就是中信银行00998突然宣布公股。 信行不再公布末期息时透露公股。 而是过一段日子后才引爆者煤炸弹。 都算怪怪的。 信行乃阿股一起供。 比例十供三。 按市价折扣法计公股价。 亦即现时还未定价。 受消息影响。 信行增错百分之八。 说明公股还未受大家欢迎。 不过约论修息。 信行现价有十厘。 公股再打个折扣。 就更超过百分之十。 中长线投资。 徐笨有征。 昨日恒指低位20648点。 显示预期的20500至20600点区间有支持可信。 估计本周仍在20500至21500点间上落。 本地银行股成为亮丽风景线。 中银。 汇控00005。 渣打02888。 恒生00011。 东亚00023全部上升。 显示对香港疫情放换后各行业迅速有反应充满信心。 5月首个交易天收21101点。 升12点。 补住21000关。 一句话,不简单也。 你进行为偶促的疫情 。 尊重总kil engage。